美国没想到自己的后花园竟然成了中国汽车的新战场 最近一则重磅消息让整个汽车圈都炸开了火 比亚迪公开否认推迟在墨西哥市场 并霸气地宣布 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墨西哥市场建造一座具有最高技术标准的工厂 这时怎么会上的 原来因为美国的干预 比亚迪墨西哥新工厂被传出说可能被迫取消的消息 这个谣言传得是沸沸扬扬 说什么比亚迪顶不住美国那边的压力 原本大家以为比亚迪墨西哥工厂要凉了 没想到面对各种谣言和压力 比亚迪非但没怂 反而加大马力进去墨西哥 比亚迪墨西哥总经理乔治瓦莲霍透露 比亚迪不仅要继续在墨西哥建厂 而且工厂选址啥的已经敲定了 几个月内就会官宣 不得不说比亚迪是真的高 兄弟们可能不知道 这间工厂可不是闹着玩的 它的规模非常大 一旦建厂成功 大概可以创造一万个工作岗位 啥概念 这规模比美洲有些城镇的人口还要多 这哪是建厂 简直是要在墨西哥再造一座小城市啊 而且比亚迪的野心可不止于此 作为全球新能源车销量冠军 比亚迪去年第二季度 就已经踩着本田日常上位 成为了全球第七大车企 尤其是在墨西哥 比亚迪的海豚mini 才卖两万一千三百美元 比特斯拉最便宜的车 还要便宜一半左右 这价格直接降为打击了 那打击力度有多大呢 数据说话 2023年 中国向墨西哥的汽车出口额 高达46亿美元 一跃成为墨西哥最大汽车供应国 中国汽车品牌在墨西哥的销量 同比更是暴增63% 市场占有率高达19.5% 这个增长速度比火箭还要快 现在比亚迪在墨西哥建大型工厂 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想要在墨西哥 与美国车企门正面较量了 就像当年丰田打入美国市场 让美国汽车巨头一蹶不振一样 比亚迪打入美洲市场的速度 同样会很快 因此美国汽车巨头相当苦恼 更苦恼的是美国政府 要知道墨西哥就相当于美国的后花园 根据美墨家协议 只要能满足本地零部件标准 在墨西哥生产的汽车 就能以零关税进入美国市场 这意味着中国车企可以接到墨西哥 绕过美国的高额关税直到黄龙 面对中国车企的强势进攻 美国可慌了 原本美国想要靠27.5%的高额关税 来挡住中国电动车 再拉落墨西哥做盟友 就可以扶持起本国的电动车产业 但现在呢 中国车企通过墨西哥这个调版 轻松化解了这道关税壁垒 更要命的是 中国电动车的成本 比西方同级产品低了30% 这下可把美国车企们吓出一身冷汗 美国制造业联盟 甚至喊出了灭绝威胁的口号 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但是仔细一想 当年日本车企进入美国市场时 美国人不也这么喊的吗 结果呢 日本车非但没有灭绝美国车企 反而倒逼美国汽车业 提升了水平 这次轮到中国车企 来教育美国同行了 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环境 中国车企的全球化之路 注定不会一方风顺 但正所谓 保健风从魔力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些挑战 恰恰是中国车企成长的最好机遇 就拿墨西哥来说 中国车企的市场账有率 从2019年的6.4% 飙升到了2023年的19.5% 这个资产速度 简直是做火箭的 因此美国这才处处针对 比亚迪的中国车企 就是要延缓我们崛起的时间 然后这次比亚迪正面硬钢 也释放了一种不屈服的信号 既然没办法和平竞争 那么就从竞争中见真正吧